臺灣內政部長徐國勇 25日下午3時對外界表示 檢察官已立案調查 根據刑事訴訟法 偵查不公開規定 屬於偵查中的秘密 暫時不能將內容對外公開 中國創新公司 25日中午發出的通告 確認了向深夫婦正被調查 臺灣政府的行動 是對向深夫婦被揭露為中共特工 負責部署和指揮對臺灣實際間諜後作出的反應 11月23日 香港上市公司 中國創新公司前僱員王立強 向澳洲國家安全局揭露向深夫婦 是中共駐港高級特工 是部署和指揮對香港和臺灣實際間諜活動的總指揮 據澳洲媒體報導 王立強表示 自己從2015年加入向深的公司開始 就一直有參與培植、安插、設立和實施在香港 以及臺灣反對民主的力量 王立強表示 中共對臺灣的終極目標就是消滅臺灣的民主 最後由中共代替中華民國 他表示 中共用現代超限戰的海陸空策略 加上組織強大的網絡大軍 在2018年臺灣九合一大選中獲得成功 其中為了扶植韓國瑜所用的海外捐款 達到2,000萬元人民幣 而投資在滲透和控制臺灣媒體的費用 就高達15億人民幣 王立強表示 對於即將到臨的臺灣2020年大選 向深的妻子公稱已經做好周密部署 包括做了一個名字叫王強的韓國護照給他 他表示 中共對臺灣2020年大選的策略 是阻止蔡英文連任 至少也要將選舉搞亂 因為目睹中共搞亂香港的手法 帶給香港的災難 王立強擔心自己成為摧毀臺灣的罪人 因此決定出逃澳洲和中共決裂 一忍失車 我不中錯了 -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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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資訊員 新聞資訊自由 Congo Line 和影響自由和合法人士 通討論 自由